受到疫情的影响停办三年 由交通部观光局东部海岸国家风景管理处 主办的2023秀顾链西半周铁人三项竞赛 终于将在今年的6月11号名枪出发 那么在19号的上午在花莲蓝天历史饭店 举办了赛前的记者会 受疫情影响停办三年 由交通部观光局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主办的2023秀顾链西半周铁人三项竞赛 将于今年6月11日 与秀顾链西游客中心再次铭枪出发 19日在花莲蓝天历史饭店举办赛前记者会 宣布5月7日长宾双浪金刚马拉松 6月11日秀顾链西半周铁人三项 及全年马刀成功168自行车游程满血回归 我们在东海有推了三个 在花莲有三个很重要的旅游品牌 包括我们的秀顾链西的秀顾链大和链 然后还包括我们结合长宾跟公宾的双宾生活区 还有在我们的塑峰的一个 跳浪违红峰这三个品牌 事实上我们这边就结合我们所有的业者 跟现在很多的一些新形态的旅游 来介绍给大家怎么好好的来 享受我们这个整个花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 还有花莲这么好的一个旅游的资源 不会游泳也没有关系 我们都有很好很好的救世 尤其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扳斗业者 不断来提升我们的救世的能力 还有我们的装备 我们相信来到澳大宾关系扳斗 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所以现场要不要 一起来下水 我相信很多记者朋友 一定很期待这样的画面 我希望可以看到 乡长也一起来下水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整个的修复关系热血 回归的一个盛事 花莲县政府跟东莞出一起合作 我们推出了我们的旅游优惠方案 优惠方案 因为参加我们的这个铁人三项泛舟 这个六月份 花莲县是我们的泛舟季 这个六月份如果来到花莲住宿 十一游够行 一共是八五折 当然八五折还有双重送 还有一个送就是自由行 自由行可以抽特斯拉 只要是住宿 住宿 住饭店旅馆民宿 只要是自由行 就是抽特斯拉 如果是我们的旅行团 旅行社 我们还有限制补贴的方案 今年赛事除了铁人三项 铁人两项 铁三角 还增加纯泛舟竞赛主 民众可自行组队参加 或由主办单位凑齐人数 现场也邀请喜爱旅游的YouTuber 分享推广活动 述过链西泛舟铁人三项报名 至5月12日 泛舟活动也结合花莲县府 及瑞瑟乡公所 推出带状活动及市集 邀请选手赛前来瑞瑟听音乐 吃美食 记者长帮演 花莲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